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來到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53巷的 吉品好麵黃魚威麵專賣店 雖然這間店我沒有來吃過 但是小時候我常吃這個黃魚威麵 那今天就來吃吃看這家店 他們的招牌就是黃魚威麵 他們招牌在這邊,就寫雞品好麵 這邊有寫這個頂級蝦仁威麵 招牌黃魚威麵跟蒜蓉蛤蜊威麵 內用區的話大概可以做二十幾個人吧 還蠻寬敞的 這樣 那這邊menu上就有寫喔 對對對 等一下請老闆介紹一下,先拍一下 老闆 老闆 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 那我想要寫一下招牌黃魚威麵的話 他的這個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主要我們的厲害的地方是湯 而不是說他的食材 欸是 因為我們的湯頭的話 他是用衣服、珠穀 合一些海冰的部分 大概12個小時 就是要比較費工夫 對對對,我們湯會比較費工夫 欸是 就算是這個正統的威麵對嗎 應該算是 如果說 因為這個威麵是上海的威麵 欸是 如果說要比上海那邊的話 我們算在台灣有改良過 欸是 但是湯頭各方面來講 還是有遵循到他們那邊的傳承過來 欸是 對 那想請問一下這個櫃店已經開多久了 開業多久了 就是今年的9月底才開的 欸是 欸是 那好像我在這個 IG上有看到就是說 有介紹這個蝦仁威麵也是招牌 只是說蝦仁威麵還有一個蛤蜊威麵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雙鮮的威麵 基本上它的湯頭會比黃魚威麵還稍微來的 所謂的鮮甜 欸是 因為本身的話 黃魚威麵它的湯頭 就是我們桃湯的湯頭 欸是 下去做的 欸是 那因為我們的蝦仁跟蛤蜊 它會製造過的它會先炒 欸是 再加上我們的湯頭的話 那本身蝦跟蛤蜊 有本身它們的鮮甜的味道 欸是 炒下去的話 再跟我們的湯搭配的話 會更鮮甜 我懂就先上加鮮這樣 對對對 欸是 對對對 那我了解了 那不過我今天先點招牌好了 那我要那個黃魚威麵 好沒問題啊 那請問現在是不是有個什麼活動 就是打卡可以在這裡 對對對 我們FB或ID打卡的話 只要出事 給我們的服務人看 我們就會贈送B盤小菜 欸是 那活動到什麼時候結束 目前來講 我們是還沒有限定說到什麼時候 欸是 因為我們後面都有一些保留權力的活動 欸是是 到時候如果說要停止這個活動的話 我們到時候會在我們的網路上帶運行功夫 喔是 對 喔好那謝謝 那謝謝您的解說 很謝謝 好那小菜就是還蠻多種的喔 對對對 看起來就是蠻道地的 對 歡迎光臨 兩位裡面請坐 還有蠻多種的喔 可以自己選擇來吃吃看 對對對 好那這邊有寫就是如果要小菜 請在點餐上畫 對就是我們的點餐單 嗨是 好那廚房就很乾淨明亮喔 工作人員非常的多喔 然後廚房看起來就是很乾淨這樣子 好那這個就是老闆說的內用的Menu 好那蠻多種的喔 這樣子 再重造一次喔 因為我剛我發現我剛坐在那位置上面有兩個燈 然後 拍起來畫面怪怪的喔 算是還算蠻平時的價格啦 不會不會特別貴 好那這邊就有這個湯頭的說明了喔 好那這個就是上次我在牛肉麵裡面突然念不出來這個酸漿豆喔 其實我小時候蠻常吃這個的喔 它這個 這個吃起來就酸酸的喔 然後蠻開胃的 然後這個是炒肉末喔 一般很多這個外層菜 江浙菜會出現這個東西喔 恩 夠酸 然後味道也夠正統喔 恩恩 好吃 然後很清爽的這個 味道喔 好吃 也夠酸 恩 然後肉末炒的也夠香喔 很開胃 現在我就口舌流滿地喔 好像50塊才超級便宜的啦喔 要上次在那個上海龍雞賽館這一盤就不得了啦 喔那吃這個事實上配白飯也很好吃喔 就是很正統這個江浙味喔 好吃 恩 恩 這是讓我非常懷念的一道菜喔 角色我外婆也常少這道菜給我吃 恩 好吃 味道就絕對蠻正統的喔 好吃 恩 恩 記憶中的好味道喔 酸甜酸甜然後帶點微辣 還有這個肉末的香味喔 恩很開胃很好吃 我覺得分數是90分喔 恩 蛤蠻快的喔 然後這個主角又來了 喔 讓我非常懷念的微面喔 好他也蠻大一碗的啦喔 但是看湯頭我知道有改良過啦喔 因為我小時候這個湯頭是乳白色的喔 是看不到下面的喔 然後更濃稠這樣子 那先吃這樣解解餐也不錯啦喔 畢竟才200塊而已 好吃吃看喔 恩 湯頭很鮮喔 有保留那個味道喔 但是可能就是比較 比較清爽一點喔 我想說真的外面是很濃郁的味道喔 他這個算是有點清爽 可能就類似牛肉麵改良過的意思一樣吧 以前是重油重鹹 然後這個就是變成是 有那個味道但是 清爽清爽的喔 清爽而甘甜的味道 然後還帶著這個 魚的鮮味在裡面喔 還有這個骨頭的味道 雞骨吧喔 剛才有介紹雞骨跟 豬骨 還有數種鮮魚竹喔 所以湯頭就能夠喝得出來 就是很鮮甜的感覺喔 還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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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喔 也算是有這個正統的味道喔 然後麵就是柔軟柔軟的喔 好 再來重點就是這個魚啦喔 假設你跟我一樣是這個 小時候吃慣了味面的話 現在看到這個你應該會很懷念喔 很細緻的這個黃魚肉喔 好吃 好吃 然後煨的蠻柔軟的喔 好用筷子輕輕一夾 可以說在嘴巴裡他就這樣化開了喔 然後這個魚肉就是很柔軟鮮甜喔 真的很棒 還蠻新鮮的喔 記憶中的美好又回來了喔 真棒 好吃 雖然跟我小時候吃的有略略不同喔 比較清爽一點 但是那個味是一樣的喔 而且才200塊 以前我小時候都吃銀翼餐廳的微麵喔 那都超級貴喔 喔 好吃 就是跟我小時候吃的一模一樣 當然也有略略不同啦喔 沒有那麼濃郁 好那個懷念想要吃微麵的朋友然後又不想花太多錢喔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選擇喔 才200 然後味道也做得還蠻不錯的喔 如果以這個價錢跟這個味道來講 我覺得這個麵的分數是100分啦喔 再加上童年回憶 太讚了 好吃 那就喜歡吃微麵的朋友可以來吃吃看喔 那我今天對這個黃魚味麵很滿意這樣子喔 讚 啊感動啊 真好吃 很鮮喔 欸我剛好沒有說清楚喔 那這個菜是酸菜啦喔 然後再來這是讓我很期待的這個黃魚炸春捲 炸春捲 好可以看到這個春捲裡面就是很飽滿喔 還沒有這個粉絲啊木耳喔 然後韭菜 還有這個黃魚肉喔 超香的 好那現在吃吃看喔 剛那個不小心按錯了不好意思 好很燙口喔 然後這個材料 其實跟韭菜盒子的那個餡料有一點像喔 然後配上這個黃魚肉 好吃起來就是很鮮甜這樣子 然後 春捲皮很炸的很酥脆喔 好吃 好這這個味道也蠻棒的 好燙口又好吃喔 那今天就是算是吃到我這個記憶中的味道 雖然我小時候 應該是沒有吃過這一款的春捲喔 但是這個裡面的味道讓我十分回味喔 就是這個像韭菜盒子的味道喔 好非常棒 然後炸的很酥脆這樣子 然後配上黃魚肉就是 整個一個回憶的味道喔 好那我覺得這個也是100分喔 店家蠻用心的 很好吃 好真的很棒喔 那味麵跟春捲我都很推薦喔 也小菜都不錯都非常有很高的水準喔 好那最後是這個蒜拌小黃瓜喔 好就吃吃看喔 好那酸豆還真好吃喔那個酸勁喔 讚 這個是小黃瓜 恩 這個就調味的比較甜一點喔 一樣是那個 外城市的小黃瓜的味道 涼拌小黃瓜的味道 但是 稍微甜了一點喔 味道也很像就稍微甜了一點 好那但是吃起來也很清爽喔 然後裡面就是有這個蒜味 帶著一點點甜味 然後我覺得這個分數是85分喔 大概有7成像 然後有2、3分 不太像喔 但是味道是近似的喔 好那味麵跟這個 酸豆喔 最讓我滿意這樣子喔 這個也還不錯啦喔 好這個 店裡附贈的茶喝喝看 總之這個體驗是還蠻不錯的喔 因為價格真的是蠻實惠的 好如果沒有喝錯的話應該是香片吧 那就是 比較淡一點的香片 應該是啦喔 好那最後最後就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極品好麵黃魚味麵 然後地址在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53巷52號一樓喔 好那這邊有地形圖喔 事實上還蠻好找的喔 個人覺得就是他們的味麵跟這個酸豆最讓我滿意這樣子 然後味麵那個味道 非常神似我小時候吃的味麵的味道 但是比較清爽喔 還有這個黃魚炸春捲喔 味道也非常的棒 好那是非常值得來來品嘗的餐廳之一啦 然後價錢也蠻便宜的 然後餐廳的這個環境也蠻寬敞的喔 覺得蠻不錯的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掰掰 掰掰